农委会为了照顾农村长辈 特别启动绿色照顾据点 而受风箱农会绿色照顾据点 18号上午正式接牌成立 未来农会透过绿色照顾站的成立 来照顾农村老农 提供老农共学共餐 健康咨询以及身心活动等多元的课程 让农村长者生活得更加健康又有乐趣 台湾已经迈入老年社会 农村人口更是显著 受风箱农会总盖师黄启祥表示 受风农会会员65岁以上长者 目前大约有将近8成 如何照顾丰富农村老农生活 更是各级政府当情课题 而农委会为了照顾农村长辈 特别全国启动绿色照顾据点计划 继6月1号瑞穗香农会成立绿色照顾站之后 6月18号上午受风箱农会绿色照顾站也见识接牌 未来农会会透过绿色照顾站成立 提供多元化的课程学习 让农村长者生活更健康更有乐趣 绿色照顾深入社区贴心服务幸福受风 3 2 1请接牌 我们受风农会对于绿色服务站的部分 我们提供了有关医疗咨询 相关健康的咨询服务 还有手座的服务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绿色手座的这个部分 接牌的时候又看到我们背后的这个很大的一个拼布 其实这个都是可以属于手座疗愈的部分 那另外健康饮食的部分 透过我们的这个健康共食的部分 还有这个我们跟社区这个老人的照顾站 跟这些做结合提供这个有机 而且健康的这些食材 让我们的长者都能吃的健康 那另外绿色景观的部分 我想是说在安排这个有些景观的植物的栽种 或者是这个实际现场的相关的这个体验 那我想说带给我们的社区的长者 跟我们受风箱的这些老人 他有这个生活上能够带给这些老人 更加充实丰富的生活 农委会今年编列三亿元金费首波企划 预计以三年时间在全国各地推动成立绿色照护站 花莲地区除了受风箱农会成立绿色照护站 往南的凤容 瑞瑞 玉西 复礼也都有成立据点 18号上午的节牌活动 除了农会人员包括农改厂 厂长杜丽华 厂长刘耀宗 代表会主席郑美乡 新元张怀文 徐雪玉 叶昆景 还有地方士绅都到场 也显现出大家对于农村长者精神 生活照顾相当重视 成立会场上气氛相当热络 借着刘明胜 首风箱报道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